以前七熟军典和上五倍券也开始发红 这次进行所有的高雷龙散行销 特别加地心中心 下班让你好四季 竟大部的人条进来参与消费 在典团上标识 感受到渐渐开好观光相机 这次订典短期行也宣布 将顺悔四兄弟交个朋友吧 龙散快上瓦当正是点开 在沟山的气势大洞下 有一个订公所和地心中心下班的 让你好治疾 老子专门 这个行销第三和三岛有成就 会龙散行销治疾 在一间七熟稳定时如期基盘 让团商和幼客在家里 都有一个好治疏 十五不会挡人财路的 只是因为现在十五的族群量 的确是在比较偏低的情况之下 我们希望能够对它有一些 更好的一些保护的措施 我们这样子的措施 能够得到消费大众的认同 知道我的工作方式是友善十五的方式 愿意用更好的价钱 来买我们的这样的农产品 那特征中心就是办这样的活动 就是希望有达到这样子的共识 那我们也特别谢谢 那个陈继人镇长 他也特别把他的这一个 交个好朋友快产市集 跟我们这个活动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看到这些参与的单商 其实就是我们在地农友用心 透过这个友善耕作栽培 无度栽培的一种方式 那也可以透过在现场跟 由这个生产者跟消费者 面对面的来个沟通 那其实能够去传达整个食农 在栽培的一个过程 也有助从外地来到南投县旅游的这些游客 对南投县包括基宇这边 有更深刻的一个印象 正式启动 可以跟一招的朋友吧 进行快晒视频 外中一个订阅等计刑也宣布 中孙回谢兄弟北京有处的 交个朋友吧 龙山快想话都清晰天气 欢迎民众拥有真来乡言 又买管来游戏龙山以外 欢迎郭兄弟拖阿胸 又是来报名参加 那接下来我们下个礼拜呢 也会在中兴新村的内陆停车场 下个礼拜六 有些相关的总共八个场次 我们会带着极几的优秀的农友们 一起走出去 然后甚至也会邀请部分 南投县其他乡镇的优秀的农友 带着他们优秀的这个农特产品 到每个乡镇去做这个相关的推广 那部分的场次呢 还在募集摊友单中 上上一只新三的金照 一只听到短期间 看到这么多人家和相机 是为团圣感到很欢喜 并且在新东西 共同互业 来世四集的UK 都能在固定中 了解心态和保佑最好的重要意义 记者今天差不多